希莉莉,我是詹瑪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只要扎破手指 就能及时准确地检测出各项身体指标 那岂不是可以对很多健康问题防患于未然了? 莉莉莎白霍姆斯 她19岁从斯坦福辍学,白手起家 带着前面所说的这个目标 推出了用一滴血做完数种血液检测的神奇技术 是要掀起医疗革命 这要成了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啊 她得到了众多有权有势之人和大风投公司的支持 一跃成为美国最年轻女富豪 然后这位曾经的全宇宙最成功的女性创业者之一 如今却坐在了被告席上 一滴血革命被称为硅谷史上最大新创骗局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她到底是场充满恶意的骗局 还是一个被给予过多期望而失败了的创业项目呢? 初学生就是以这个真实事件改变创作 我将分为上下两期来介绍完这部剧 一起来看看女神是怎么被造就又如何陨落的吧 对啦 感谢本期视频的赞助爸爸Selfshark 作为一个看片追剧小达人 怎么能被地狱限制了观看呢? 一些流媒体平台仅对美国地区用户开放 我就订阅不了 这时候用VPN就非常重要啦 比如出品了异形灾变的HBO MAX 还有这部由葫芦出品的辍学生 想要第一时间追剧还得有VPN 另外就是各大流媒体的地狱限定剧 想看的剧刚好在你所在地不播怎么办? 用VPN啊 这两个月我一直在使用Selfshark 出了全世界追剧 它对我还有一个重要用途 就是确保公共网络使用安全 互联网时代 确保网络安全 也是确保个人隐私和财产的安全 有了VPN 安全感也蹭蹭倍增了呢 上面两点是我用VPN的主要原因 大家可能需求都不一样 Selfshark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只要一个账户就可以在手机电脑等 全部设备上使用 装置无限制 简介栏又加入链接 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WASABYDRAMA 可以获得三个月的免费使用 以及低至17者的超级优惠 有30天可退款保证 让你放心试用哦 这么好的机会 大家不要错过啦 让我们进入剧情 2001年 伊丽莎白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 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专业 她取得了总统奖学金 这是只有成绩前十的考生才能得到的奖励 就在这个值得全家高兴的日子里 父亲却失业了 父亲就职的安然公司 因为做假账被揭发倒闭了 他虽然是副总裁 却对整个骗局一无所知 一家人现在担心的 只有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这个安然公司的案子 也是个非常有趣的商业案例 感兴趣的小伙伴多的话 以后我们有机会讲一讲他的纪录片 母亲打算向他闺蜜的 有钱老公理查德求助 理查德是一位医疗专利公司的大老板 专利公司 就是靠申请专利 然后卖给真正做技术的公司 来赚所谓的知识产权费的 所以这个理查德虽然很有钱 但全家都是一生出生的 霍姆斯一家 本质上是瞧不起他的 可是现状不允许啊 父亲硬着头皮开口了 理查德是挺慷慨的 说可以借房子他们住 但语气高高在上 让霍姆斯一家很是别扭 回家以后 伊丽莎白来到书房给爸爸称腰 赞不稀罕理查德的钱 父亲傻也没说 顺手拿起一幅画 那是伊丽莎白七岁时 设计的时间机器 贝偶还有她写给爸爸的信 说自己的梦想是搞发明创造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父亲情不自禁哭了起来 伊丽莎白也感受到了 她的无奈和压力 看着卧室里偶像乔布斯的海报 伊丽莎白告诉自己 她一定要成为亿万富翁 入学前的夏天 伊丽莎白要去北京游学 妈妈陪她去抽血做健康检查 趁此机会 伊丽莎白向妈妈表明了 她庆祝成年的计划 开学前争取把处给破了 女娃把这事说的 就像一个任务一般 妈妈也有点惊讶 也只能叮嘱她做好安全措施 这时 护士拿着大头针管 进来抽血了 母女俩都有针头恐惧症 妈妈赶紧无眼退出房间 伊丽莎白也疼得脸红脖子粗 2002年 中国刚刚加入WTO 经济上面有着无限的可能 就在这个北京夏令营里面 伊丽莎白认识了那个 后来对她有最重大影响的男人 桑尼 伊丽莎白一个人沉浸时说中文 同行的美国同学都当她是怪胎 结果自然是被鼓励 伊丽莎白觉得自己做的没错 并不介意 在泡面的时候 一个印度连的大叔 主动用中文和她打了话 叫真的伊丽莎白立刻给桑尼指出了语病 名词后面直接加程度复词 要把试去掉 因为有着同样的学习目标 两人开始成为朋友 桑尼曾经开过一家软件公司 卖了4000万美金 实现财富自由的她 想来看看中国的可能性 两人一起逛夜市 骑自行车 学中文 畅谈梦想 他们虽然相差19岁 却在有理想有目标这件事上非常合拍 或许是因为年龄 身份阅历等等的差距 伊丽莎白最终没有和桑尼更进行步 但两人一直有保持联系 成为了交流思想的好朋友 一个月后 斯坦福开学 伊丽莎白第一时间完成了她的破处任务 是的 她是真的目的导向型 很快就以耽误她学习为有甩的男友 开始了她雄心勃勃的创业之路 看得出来 伊丽莎白真的很着急 在校园里都是跑着行动的 这天她堵住了钱宁教授 申请加入她的研究小组 但教授拒绝了 哎 你这是研究生小组啊 伊丽莎白的字典里暂时还没有放弃 她一针见血地指出 教授的项目目前实验失败的原因 建议教授在实验中改变流速 教授瞬间对这个大一新生刮目相看 回到实验室做了一次 居然真的成功了 就这样 大一新生伊丽莎白破例加入了这个研究生小组 瞧瞧瞧瞧 你们的大一在干嘛 大学二年级 伊丽莎白设计了一种类似膏药的贴贴 她能一边透过皮肤向体内输送药物 一边监控病人的身体状况 创意听起来很好 但可行性不确定 听到伊丽莎白说 想用这个项目创立公司 教授介绍了她一位医疗方面的专家 菲利斯加德纳教授 先探讨一下可能性会好一些 菲利斯加德纳教授 刚好是伊丽莎白崇拜的女性成功人士 她是医生 是发明家 在多家公司董事会任职 现在还是斯坦福的教授 伊丽莎白带着这个创意 迫不及待找到加德纳教授 没想到教授上来就泼了伊丽莎白一盆冷水 一高铁也实在是太小了 根本无法储存一种药物的全部剂量 而且每个病人的病情都不一样 通过一剂高药为他们看诊 有备科学 不过年轻人有创意是好的 为了不打击伊丽莎白的积极性 加德纳教授最后还是鼓励她 继续学习继续试 没想到伊丽莎白却回了剧 这是星球大战中有答的台词 教授瞳孔震惊 但没说什么 她准备下班了 然而没走几步 伊丽莎白就追了上来 邀请教授和她一起工作 教授觉得这简直可笑 劝伊丽莎白不要急功近利 本以为同为女性 教授会给予更多的支持的 但这位女性科学家 却给了伊丽莎白创业路上的第一剂读打 告诉她 现实就是女性创业更加困难 你必须脚踏实地地做好很多很多的工作 而不是找捷径 找帮手 你必须一点错误都不犯 否则掌握权力的那些人 立刻就会毁掉你 加德纳教授尤其不同意伊丽莎白 引用虚拟人物的名言 科学是真实的 科学就是要不断尝试 伊丽莎白还想再努力试试 世界不就是按一定规则运行 直到一个伟大的想法诞生吗 教授最后的建议 是希望她面对一下真实生活 伊丽莎白也反思了教授的话 决定和同学去舞会放松一下 过一过真正的大学生活 然而这所谓的19岁该做的事 却给伊丽莎白蒙上了一层阴影 她似乎被某个男同学性侵了 但因为大家都喝了酒 也没有证据 学校不相信她的话 男生最终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伊丽莎白为此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怪自己喝了酒不够小心 母亲的建议确实 忘掉她 以后总有一天你会彻底不受影响的 在伊丽莎白往后20年的人生里 这件事情似乎真的被抹去了 但她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改变过呢 这天伊丽莎白在复盘自己的设计 一张指尖大小的优达贴纸 启发她想出了新的设计 一个仅用指尖一滴血 就能检验疾病的医疗仪器 经过不断努力 她把这个血减仪设计成iPod大小 这样人们就能随身携带 时刻监护健康状况了 一直以来 咽血都是需要用粗粗的针筒 抽取至少长长一管血的 而且检测内容区别也很大 价格和时间往往又贵又久 像我之前做过一次过敏源检测 没医保的话得将近1000块钱 等了一周才取到结果 医生还说数值都只是暂时的 随着季节变化和一定的药物治疗 过敏源可能会变 春天来了 我又开始饱受毛毛困扰 但反正只要没致命 我是不会再想去抽一大观血 接受血定额的治疗了 所以如果这项一滴血血检发明成功 想彻底颠覆血液检测行业 这个设想也得到了钱宁教授的认可 为了尽快开始研究开发 伊丽莎白毅然决然从斯坦福辍学 还收服父母把他的学费 偷给他成立公司 伊丽莎白拿着从父母 以及他们的朋友那里 绸道的天使轮开始了创业之路 因为资金紧张 办公室选址在东帕洛阿托尔 那边出了名的不安全 伊丽莎白开空第一天 就在停车场差点被一颗榴弹雾伤 这个19岁女孩吓坏了 她蜷缩在公司的墙角 唯一能找的就是之前被自己推开的桑尼 幸好桑尼立刻赶了过来 伊丽莎白感动不已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成为了恋人 Teranos成立了 初创总是艰辛的 伊丽莎白干脆住在了公司沙发上 每天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资金不足 她只能租最廉价的办公室 对付蚂蚁什么的早就成了小秘书日常 当然在研发一滴血圆形机上面 她是一点不吝啬的 她请来了最好的工程师和化学专家 让他们放手去做 据说当时一张验血卡就要200美金 伊丽莎白还刻了一个 写着如果你知道不会失败 你会做什么的指证放在桌上 时刻暗示着自己 再做一件一定会成功的事 他们终于做出了第一台圆形机 这个精巧的盒子完全按照伊丽莎白的审美诞生 如果顺利的话 卡片塞进去 它将可以检测出败血症 全公司都为了第一次试验宁神秉析 但这只是第一次试验嘛 小盒子失败了 就在这时 公司又断电了 是的 到这里 伊丽莎白6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基本已经烧光了 这才刚刚起步啊 可没有钱就没有办法继续研究 在钱宁教授的建议下 伊丽莎白开始接触风头 一滴血艳血的概念太新 伊丽莎白本身是辍学生的背景 加上她现在确实拿不出可以展示的样品 大家都不相信这个20岁的女孩 找钱之路屡屡碰壁 但她必不能放弃啊 这天在卢卡斯分头公司 伊丽莎白又又又又被放鸽子了 她分明听到了秘书传话 唐卢卡斯仅仅是为了临时见另一个投资对象 把她给拒了 伊丽莎白彻底绷不住了 当然发完脾气 她还是留下了公司资料什么的 毕竟这是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或许是这段即兴发挥很特别 隔天 唐卢卡斯真的来到了公司 说要看看这个70亿行业的机会靠不靠谱 然而此时的原型机还没调试好 实验室里乱成一团 伊丽莎白只好如实告诉唐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展示样机 那风头大佬当然不会给你们空手套白狼咯 就在唐准备离开时 伊丽莎白再一次集中生智 他抓住唐曾经是军人的身份 告诉他 这项技术可以在战场上拯救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既然唐说自己是靠直觉判断投不投资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相信看看他们呢 唐被伊丽莎白的真诚打动了 党己安排伊丽莎白明天去见甲骨文创始人莱瑞·艾里森 甲骨文这个公司也是当年唐靠着直觉投起来的 据说他投钱的时候 莱瑞的数据库软件也是一堆bug根本没成型 第二天伊丽莎白在游艇上见到了莱瑞 这个意气风发的创业大佬 当然不会错过给小女孩上课的机会 他教了伊丽莎白一个词 satori 佛教里顿物的意思 那么创业圈的顿物是什么呢 不惜一切要到钱 做医疗器械和制药公司合作会是个好的发展方向 莱瑞承诺只要伊丽莎白拿出靠谱的原型机 她就会安排伊丽莎白和诺华制药的人见面 一旦得到诺华的肯定 她和唐也会一起投资伊丽莎白 这次的会面最后因为一个电话提前结束了 伊丽莎白的父母今天从外地过来看她 结果父亲摔倒住院了 伊丽莎白匆匆赶到医院 好在桑尼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还是VIP病房 说到桑尼 她和伊丽莎白确认了恋人关系 不过伊丽莎白除了告诉父母 对其他人都说不出口 两人算是半地下情关系 伊丽莎白想留下来照顾父亲 但父亲却责怪她 怎么丢下投资人就来了 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严下之意 如果你创业失败了 那之前付出的一切可都打水漂了 伊丽莎白只好强忍着情绪回到公司 然后这时 员工们却正在给主工程师艾德蒙请主生日 刚被家人教训要严肃工作 伊丽莎白起不打一处来 她把艾德蒙叫出来 一是不许他们再在公司搞这些 而是要求她在约间诺华前 带领团队做出原型机 做出原型机当然是工程师的使命 但伊丽莎白 现在要求所有人24小时轮班工作 谁不能胜任 她就炒谁鱿鱼 倒是没想到 这个强度一上 熬夜出奇迹 这天晚上 原型机检测败血症成功了 所有人兴奋不已 这意味着 他们可以见医药公司投资人了 很快 伊丽莎白带领团队飞到瑞士 接受诺华总部的检阅 可关键时刻 原型机出了问题 不论大家重复实验多少次 原型机总是显示错误 整整一个晚上 所有人的手都被刺麻了 直到原型机不堪重负原地自封 伊丽莎白再停下来 放大家回去睡觉 第二天就要见诺华投资人了 但机器这样肯定不行啊 难道只能放弃这个机会了吗 伊丽莎白转留着眼睛 他顿悟了 现在的原型机只是不够稳定 但他们毕竟成功过一次 以后再改进就好了 于是 伊丽莎白选择了作弊 演示会上 他当着诺华高管自信满满 展示着原型机 实际上 燕雪插入卡片以后 远在硅谷的工程师同时一顿操作 把第一次显示成功的那个数据画面传了回来 伊丽莎白成功了 碧伦融资 它一共融到了1.65亿美金 回到公司 伊丽莎白大开派对 但是全公司狂欢 但其实 作假 这时候在伊丽莎白心里还是一道砍 他喝得大醉摔倒在路边 桑尼接到电话来接他 伊丽莎白对桑尼说出了真相 现在 他只有把失败的原型机做成功 这一条路可以选了 2007年6月 苹果公司发售第一只iPhone 果粉伊丽莎白在现场欢呼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崇拜 他希望有一天 自己的血减设备 也能像苹果的产品一样遍布美国的每一个家庭 很快 苹果手机的外观设计师之一 安娜阿里奥拉就被伊丽莎白挖了过来 当伊丽莎白瞪着大眼睛 像安娜这样的医学外行讲述他改变世界的梦想时 他看上去是那么闪闪发光 安娜瞬间被这份热情感染了 他放弃15000股苹果公司的股份 跳槽到希拉洛斯 而注重外形的安娜和伊丽莎白的第一次对谈 就是建议他重新包装一下自己的造型 坐落在硅谷园区的新办公室进入了装修 伊丽莎白忙到脚不粘地 同时他也面对着巨大的压力 原型机至今还没有测试成功 董事会的人个个都是人精 他害怕露出马脚 更担心身为创始人的自己被踢出局 这天伊丽莎白来丁装修 却看到新加入董事会的艾维特瓦尼和安娜在切切私语 这位老哥可不是好应付的人 他是乔布斯最长久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80年代中期 乔布斯被苹果公司赶出去后 他就和乔布斯一起在随后创立的NEX软件公司工作 1997年乔布斯返回苹果的时候 又把艾维带回了苹果 还请他负责软件工程部门 在累死累活干了10年之后 艾维宣布退出 因为他已经赚过了养老钱 但退休几个月后 一个为希拉洛斯寻找新董事的猎头找到了他 和安娜一样 他也被伊丽莎白眼中的光彩吸引了 2006年下半年 他在募资中购买了150万美元希拉洛斯的股份 并加入了公司董事会 艾维单刀直入问起伊丽莎白现金流的问题 听说公司至今还没和诺华智要签成合同 他刚才还从安娜那里听说 他连圆形机尺寸都不知道 那是不是代表着机器距离做出来还有很久呢 艾维的直觉是精准的 但伊丽莎白当然不会说机器有问题 他假装轻松地说 他们已经放弃和诺华签约 即将和辉瑞制要签约 言下之意 就是血减设备很抢手 小千千已经在路上了 与此同时 阿玛在和闺蜜跑步时得知 理查德居然派人偷偷打听伊丽莎白研究的产品 原来之前伊丽莎白初创的时候 理查德就听说了这件事 他很生气 几十年的邻居了 伊丽莎白竟然没来找他投资 这更加让他坚信霍姆斯一家就是看不起他了 根据几个功能描述 这个老狐狸就对家庭血液检测装置申请了专利 以后伊丽莎白的血减盒 制造贼跟他买专利 母亲气得当场打骂 并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儿 伊丽莎白当然也不准备花钱买 立马通知法律部门着手起诉 再加上艾维和安娜交流情报这件事 伊丽莎白变得格外敏感 从此之后 公司全面升级了安防系统 保镖越来越多 员工们只能待在自己的部门 不同部门之间禁止交流工作内容 核心实验室更是铁门重重 他还让秘书follow每一个员工的社交媒体 谁要敢说公司的坏话 遣散合同甚至律师函走你 想拿下辉瑞的合同有一个前提 通过临床试验 翻译成人话就是 这个技术上根本还没成功的机器 得装作有用的样子 给真实的病人厌血做检测 想象一下如果现在市面上的新冠自测核都是这个样子 应还是一样全凭随机 对受测人和医疗系统 是不是都急不负责 但伊丽莎白为了签下合同 AKA拿到现金投资 AKA证明自己有能力 还是带着艾德蒙来到了天纳西州的纳什维尔 致力由一家癌症诊所的病人 愿意参与他们的临床试验 看着干别的老太太夸他们做好事 艾德蒙于心不忍 但她没有勇气当面拆穿 只能劝告伊丽莎白不要欺骗那些癌症病人 现在的血茧仪器很可能做出物诊 那最终耽误的是病人的治疗啊 伊丽莎白表示 病人知道他们是参加的实验 实验嘛 就是有错误的概率啊 口气强硬地命令艾德蒙回去完成工作 这时候的伊丽莎白 良心还没有完全被狗吃掉 那时候的事件 让她陷入了短暂的自我怀疑 她对着镜子 一遍遍重复着白天对艾德蒙说的话 音调一遍比一遍低沉 她似乎说服了自己 血茧设备 研发成功 只是时间问题 为了加快研发进程 伊丽莎白又招募了一位新的技术工程师 布雷德莫里斯 布雷德和爱德蒙团队各自独立搞研究 有点办公室竞争的味道 最后布雷德通过微型化胶水机 制作出来了一台新机器 这不过是一个把现有技术微型化的发明 爱德蒙团队根本就看不上它 他们认为这远离了伊丽莎白初创公司的愿景 用微六体技术制造一台血剑仪 但伊丽莎白却对这台机器很满意 给她命名爱迪生 毕竟她现在需要的东西 是可以实际运作的机器 随着爱迪生取代原型机成为公司主要仪器 爱德蒙自然也被扫地出门 又因为公司安保的升级 爱德蒙甚至连一把刻刀都不能带出公司 在两个保安的注视下 这位公司初创元老狼狈地退场了 踢走元老 伊丽莎白也是百感交集 但那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被唐召唤了 原来安娜和爱违又在私下交换了情报 爱违透露了伊丽莎白拿癌症患者做实验的事 安娜觉得用不成熟的机器做临床试验 完全违背了她的信仰 果断带着整个设计部门辞职了 爱违这次总算是逮到了伊丽莎白的小尾巴 转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唐 唐本来还是很维护伊丽莎白的 甚至逼得爱违也辞了职 但她也不能容忍被忽悠 安娜辞职的事情 让她意识到伊丽莎白还无法胜任CEO 她准备召开董事会 把伊丽莎白踢出局 伊丽莎白起到砸手机 然后就来到了苹果售后 偶像乔布斯的公司 能否给她带来灵感呢 办理售后的工作人员 唠着自己来这儿打工 就是想搞清楚以后想干嘛 伊丽莎白鬼石神差的进入嘲讽模式 说你们这些没有梦想的平庸之辈 真好 结果工作人员一个分神 就把她手机格式化了 看着眼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 哭诉的样子 伊丽莎白灵感来了 董事会如唐所说到来了 鉴于伊丽莎白至今 没有和一个医疗公司签成合约 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她卸任CEO 伊丽莎白学着白天苹果售后说话的样子 两眼通红 承认着自己的经验不足和错误 当然下面的内容 才是董事会真正想听的 她说自己有个老朋友 愿意投资2000万美元给公司 但前提是CEO必须是她 听说有钱 大家当然选择原谅伊丽莎白了 而那个愿意出2000万美元的救命稻草 就是秘密情人桑尼 桑尼作为一个巴基斯坦裔 在美国经常被当作二等公民 尽管她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过飞机安检 却还是被保安当作恐怖分子来搜身靠问 这份屈辱有一部分转为了她对伊丽莎白的控制语 她多次表达过可以去公司帮伊丽莎白 但伊丽莎白一直觉得不能给别人留下要靠男人的印象 屡屡拒绝 桑尼还找了一种据说营养超均衡的绿色果汁给伊丽莎白喝 那时候伊丽莎白正因为原型机的事情烦躁不堪 她抱怨果汁难喝 拒绝了桑尼的一切好意 两人即将分手 最后伊丽莎白还是靠着桑尼迈出了下一步 而这个注资计划算是彻底绑定了两人 桑尼从此有了一个很好的名头 成为公司CEO 而伊丽莎白也保住了她的CEO 自此 希拉洛斯从产品到员工都来了次大洗牌 爱迪生取代了第一代原型机 伊丽莎白也一改往日不惧小节的形象 她把乔布斯是高领焊在了身上 成天拿着一杯绿色果汁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可靠 连嗓音都放低了几个度 伊丽莎白从小加进音时 荣誉和面子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在父亲破产之后 靠创业来证明自己成了她最着急的事 她非常努力 也很有想法 科研的目的也是造福人类的 可随着需要资本入局 一切似乎都开始改变了 没有钱就搞不了科研 但科研搞不出来就没有人给钱 她陷入了困境 破局的点是说一个谎 起初还不是大问题 假装成功直到真的成功 这也是爱迪生的成功之道 但是当谎言开始会伤害人命 当目标从造出机器 变成了保住自己地位之后 一切都变位了 如今伊丽莎白已经把自己包装好了 她的谎言还会如何扩张下去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后面的故事吧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和关注我们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